CATO 打電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才有健康的生活 明依Onco 专业医师线上听诊 让你与健康零距离 大家好 这边是酒吧新闻台 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早上十一点播出的明依Onco节目 我是主持人米娜 今天节目在YouTube同步有直播 也欢迎听众在News98 YouTube频道 留言询问相关的问题 在半点过后也会接听大家的call in 所以有任何相关的问题 都欢迎打电话进来 先预告call in的专线是02-8369-3398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永和更新医院神经内科的方世青医师 嗨 方世青医师 嗨 方世青医师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 晨起快走四大好处 是的 这个运动有很多种 你如果去做健身房 那是肌肉的运动 如果你去爬山跑步 那个算是心脏的运动 如果你这个两个都不适合做 你可以走路 走路算什么运动呢 快走的话 我把它定义成呼吸的运动 因为我们走路还很协调嘛 那一直走一直走呢 呼吸就会这个有练习到 呼吸很重要啊 那第四种运动就是 可以在公园里面看到 大家打太极拳啊 或者是做瑜伽 那是关节的运动 所以这四种运动里面 我们今天要强调的这一种叫做快走 一种呼吸的运动 所以这个题目是晨起快走啊 尤其是晨起啊 一早起来就马上去走 是 那个好处很多啊 这个今天跟各位分享 养生健康的秘诀 太期待了 这个讲到就是晨起快走的四大好处 第一个是什么 这个我们第一个就讲照光 哦 是 这个我们这个有 我先讲一遍 有照光 就是早上起来就有光嘛 那你早上这一道光很重要 它让你24小时的日夜周期递下来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那个早睡早起啊 我们应该改成早起早睡啊 我们都担心说 几点要睡觉啊 然后睡不着啊 怎么办啊 其实今天不管你 你怎么睡 睡得好不好 你早上固定时间起床 我们要改变一个概念 你十点睡 你固定十点睡 你要固定六七点起床 你如果今天晚上睡得很差 甚至没睡 你还是六七点起床 起床要干嘛 待在房间里面吗 没有 你要出去照那一道光 只有你一直一直照这道光以后啊 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跟着地球转 我们为什么要睡觉 我们要睡觉是因为 我们有日夜周期啊 我们地球每天在转 那我们要跟着它转 然后这个所有的身体啊脑袋啊 全部都跟着它转 所以睡觉的目的 睡觉是没有目的的 就是因为为了跟着地球转 啊你要转不会一下就转到啊 对 所以你每天都要固定啊 你不能一下子就 就就跟着地球很顺了啊 你必须要 每天六点七点六点七点 然后连续做一两个礼拜 你就习惯了 然后呢你不管睡的如何 你就是六七点 这样是促进睡眠最好的办法 常常有人说哇我睡不着睡不着 那要吃安眠药 其实安眠药是救急的辅助的 最重要是要做这件事情 跟着地球转 跟着地球的时间一起 对 那你看哦 这个这个 这个外面的光哦 不用很亮啊 六七点的光 就已经比房间里面的灯光还要亮了 对 像我们这个这个房间里面有这个打灯 还比不上外面的灯光亮 所以你这个 早上的六七点啊就出去走路 啊如果老人家不能走 你就给他放在公园里啊 放在门口 放在阳台 晒晒太阳 晒一小时 这也是有得到这种打开日夜周期的好处 是 其实睡觉哦 睡眠睡不好哦 分两种 一种就是一开始入睡有困难 一种是睡觉中间睡的不安稳 一直爬起来 一直断掉 你有这个问题吗 之前有过 对 前面睡的不安稳 睡的入睡有困难的人 有些人都是用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吃安眠药嘛 症进剂马上就睡着对不对 很方便啊 一颗药 后面是有代价的 所以前面睡的不好的 入睡有困难的 好这种人啊 要利用我刚才讲的固定起床时间照光 来恢复你的睡眠周期 是因为大家以前有说晚上没睡好就会想说那我早上起来再多睡久一点 其实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 那一直往后延啊 所以你的周期就一直往后延 对 所以你等于晚睡晚起 那我们以前说早睡早起嘛 事实上你根本睡不着你去早睡没有用啊 对 所以你躺的越久你对这个床 有一种认知就是我躺下去都会睡不着 你反而是想睡觉的时候累的时候 你再去睡 就是到最后一刻真的要睡了再去躺 那你 你如果睡不着以后再爬起来 啊待会忙一忙又累了又再去睡 那这个你不管你几点睡早 你要固定时间起床 所以我们说早睡早起哦 要给它改成早起早睡了 因为你固定六七点起床 你累了 你甚至去走路嘛 你累了你就会越来越 大概九点十点 十点十一点你就想睡了 啊如果做的不好多做几次就会顺了 所以前面的睡不着的问题哦 尽量不要靠药物啊 靠这一套 然后如果中间睡得不好的那有一些生理的问题啊 血清素啊 推移基数多巴胺啊 乙烯胆碱啊 那一类的问题 那就要由专科的专业的医生来来来找问题这样 是 这第一个好处 原来如此照光 照光 第二个好处 那第二个就是燃烧脂肪啊 嗯 大家都很重视这个这个身材嘛 而且是中年说开始胖起来 其实早上你经过一个晚上 你身体的那个那个热量啊 那个能量的储存啊 就这个 就剩一点点啊 不多啊 因为你晚上要活着 他已经帮你啊 准备一些一些能量了 到了早上哦 你把这些现有的现货 你把它用掉 那接下来他就燃烧脂肪 因为你还没有吃早餐哦 你没有东西嘛 对 那你去走路 然后你你你怎么能够继续走 就是你把身体里面 比较那个 藏在比较深的那些能量 就是用脂肪 来把它变成 你可以走的那个能量 那平常你白天去运动啊 下午晚上啊 你都是用你白天吃的东西 在燃烧 但是你早上还没有吃早餐 那是最有效率燃烧脂肪的 哦 所以早上最好的运动时间 其实就是睡醒 但是还没有吃早餐的时候 对 先把晚上囤积的这些脂肪 跟热量用掉 因为他会有一些肝糖啊 然后让你可以来活着嘛 那这些这些东西也存的不多 那你去走路 你你如果前面走个半小时啊 你你还可以走 因为你精神还可以 体力还可以 但是半个小时后 你突然会觉得比较累 是 比较饿 那个时候呢 就是你把你手上的那些肝糖啊 暂时都用完了 对 那这时候你身体就告诉你 比较虚弱嘛 这时候是燃烧脂肪的开始啊 很多人走30分钟就回家了 那就浪费啊 对 你好不容易热身完 那30分钟 你后面的30分钟一小时 他就是拿脂肪出来用的时候 正要开始燃烧脂肪的时候 就你就回家了 就可惜了 太可惜了 那平常如果你白天 你把你中午晚上吃的东西拿来用 所以你很难难烧到你内在的脂肪 所以早上一起床 布鞋穿着就走出去了 走路也不用什么热身 因为慢慢走就是热身了嘛 那你走到顺的时候你会快一点 那呼吸要配合 那最重要就是有节奏感 那你身体在动 然后要走多快就看身体的状况 前30分钟就是把存货给用掉 然后接下来又开始燃烧脂肪 你如果走一个小时 快走大概一小时走五公里 就是一秒两步一秒两步这样走 可以燃烧300卡 那如果你每天这样走 这个两个小时600卡 你一个月下来大概可以减到一公斤 其实蛮多的耶 所以如果你一直每天固定走 走两小时好了 你可以因为8000卡大概可以 少一公斤 那你看如果你早餐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你早上起来 你闲着没事 你就想要吃早餐 对 你就想要做点事情 吃吃喝喝的 这时候如果你去走路 你把你身体的 脂肪拿来当早餐 你就用掉 你反而不会饿 你说很多人吃东西都是因为无聊 哈哈哈 因为那个时间不想要干嘛 对不对 对就是不如去吃个早午餐 然后慢慢的就是摄取很多热量 这样子 就坐在那里好像不想要干嘛 那吃早餐时间中餐时间就应该要吃东西 你如果那时候去走路 你的餐就在你的体内 他平常很难拿出来 他很吝啬 他一定要在围急的时候才拿出来 是 紧急存量这样子 所以那脂肪藏得很深啊 你要用他很难啊 他都会先让你饿 让你虚 然后呢 像小孩子很任性一样 他就是要你去吃东西 他把你搞得很不舒服 可是这时候你这个当主人的 当妈妈当爸爸的 如果很有决心 说我现在就要去走路 那他反而就任了 然后非得把那个身体的脂肪 拿来当能量用 因为他一定要把它放到最后 对 他一定用各种方法 说肚子饿不行啊 我会昏倒啊什么的 根本不可能啊 好 所以呢 早上一起来 出去走路 走一小时两小时 那时候有些人要上班啊 对不对 走路去上班也可以啊 好 又可以照光 又可以那个 是 走路去上班照光 然后不要吃早餐 省了那个早餐钱 然后呢 省了交通钱 还可以运动到 对不对 原来如此 那这样子吃早餐的时间是在 就是 就是等运动完之后 运动完啊 如果你 你觉得饿 你吃个那个 那个茶叶蛋啊 蛋白质 那个都很很饱腹的 对 不要一下子就吃那种 糖类的 比如说面包馒头啊 那种就是高糖的 你早上如果吃了这种 那个高GI值的 一下子血糖飙得很高 会很累的感觉 因为你吸收很快嘛 是 那你身体的胰岛素啊 马上出来要把这个血糖用下来 嗯 所以早上如果吃了那一类的东西 你胰岛素出来了 你到十一点你就会很饿了 因为那一波胰岛素啊 会让你压得很低 所以你会饿到说 哦什么 十一点就饿到不行了 原来 所以 所以你早上不要吃那种 高糖类的高GI的 你吃一颗蛋 甚至如果要吃 吃淀粉类吃一颗番薯 这个都够了啊 不吃也可以啊 因为你不吃你就是 传说中的168嘛 对 因为你到中午才吃的时候 你的肠胃整个休息啊 好 那你早上 早上这个用掉一些啊 对 你每天就 就消耗五六百卡五六百卡 长期下来会有效果 就是早餐不吃 那中午就是 撑着不饿 这样让肠胃休息 对 然后晚上就可以水溢子 啊但喝水要够啦 因为有时候你饿 是因为肚子太空嘛 对 所以你一直有热量 有水分进来 你肚子撑大了 你就不会饿 是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虽然不吃正餐 但是不可以吃零食 哦 哈哈哈 其实这一个概念啊 今天 今天哦 尤其是糖尿病的病人 你每次用一次 胰胀 胰岛素 你胰胀就会损害一点点 哦 它有一点点毒素啊 所以 你一天如果吃两餐 它就是使用两次胰岛素 你吃零食你就吃午餐 你就使用五次 那我们人的一辈子 能够使用胰胀的次数 是有总量管制的 哦 就像以前的电器 是 如果用了五年就会坏掉一样 嗯 里面好像有装这个软体还是什么 哈哈哈 所以你要把握吃的时间 你要总参数控制啊 一天两次 其他时间不吃 那两次随便你吃 来减少就是身体的损耗 胰岛素的那个损耗 哦 哦这个超重要的 因为你每次吃东西哦 胰胀要出来帮忙 它分泌胰岛素以外 它会分泌一点点 毒害自己胰胀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一辈子 譬如说能够用一万次的胰胀 胰岛素 那你就要省着用啊 好 所以一天两餐 就等于用两次 你随便吃零食就等于是用五次了 了解 好的 那我们现在进行到就是第三个好处 好这个好 我刚刚再补充一下好了 我这个就叫double fast 你看好 我这个这个后面这个fast啊 就是快走的意思 嗯 快走就是就是 呼吸很顺 消耗一点热量指法 那fast的英文就是二肚子 那你二肚子的 你能够去举重去爬山吗 不行啊 那个太操劳会昏倒 但是你二肚子的时候 你去走路是可以的 好 你二肚子的走路很协调很平和 所以我这个double fast 就是fast it fast 早上起来就是fast it 你还不要吃早餐哦 就去走一两个小时 这个fast it fast 这是长寿健康的秘诀 double fast 很重要 那早上走路还有什么好处呢 你来看这个 你知道我们一天早上会什么 会醒过来 这个壳体松 一种压力荷尔蒙 我们这个 早上会醒来是靠肾上线分泌的压力荷尔蒙帮的忙 它在四五点就开始分泌了 然后到七八点 然后到八点就大概是一个高峰 然后这个高峰呢 把我们整个人都叫醒 然后开始起来活动 然后一直到中午以后 它就越来越低 到了晚上会更低 这是标准的一个分泌的模式 每个人都应该都是要长这个样子的 早上醒来 然后有精神 然后晚上要休息 那这个是我们的可体松的这个分泌 所以我们要我们来看这种人 正常人就是一天一泊嘛 对 非常有节奏 就跟地球转一样嘛 有些人他那个分泌不规律 混乱了 我把它叫做可体松混乱 这个压力荷尔蒙 为什么会混乱呢 比如说更年期的妇女 更年期妇女 对 更年期妇女 她本来啊 我们身体的类固醇 然后她做成两个东西 一个是女性荷尔蒙 一个是压力荷尔蒙 压力荷尔蒙就是可体松 结果她那个 那个成品啊 那个原料都买回来了 可是那个女性荷尔蒙的工厂 官厂了 所以她没有办法把它拿去做 做这个女性荷尔蒙 那些半成品呢 她就拿来做压力荷尔蒙 所以那个压力荷尔蒙就制造太多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整天好像 更年期的妇女啊 好像被打的雷固醇一样 是 那雷固醇呢 搞得她 莫名其妙的发热 流汗 对 潮红 很热欸 很热齁 一热是因为我们就是 呃因为我自己有乳癌的病史 那我们有一阵子在控制荷尔蒙 然后就会有更年期的症状 然后走路走一走都没事 突然 燥热 热潮红 满头大汗 然后眼睛又打不开 的时候呢 又好咯 一阵子 对对对 因为你的那个体内啊 你的壳体松存货太多啊 哦 因为你的工厂就做一堆壳体松出来 是 那她三不五十呢 就会出来分泌一下 真的 好 那你有时候稍微刺激一下 她就来一个大量的 对 那你走路也流汗 甚至睡到半夜 本来应该要起来对不对 四点五点要起来 就你提早起来或起来更多 你半夜就开始醒来了 嗯 然后就开始流汗啊 照热啊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睡眠被中断 那你都以为更年期妇女 她们那个什么情绪不稳定 是什么什么家庭啊 环境的因素 其实是背后有壳体松 分泌过多在搞鬼 哦 而且分泌不规律 了解 所以她们常常莫名其妙就 就坐立难安啊 不舒服啊 脾气不好啊 真的 真的 冷气要开很冷 嘿 对 不是她们的错啦 是荷尔蒙不对的错 真的 可体松 做出来太多 所以对于就是更年期的妇女来说 就是更需要用乘起快走 对 来改善这样的症状 因为你既然制造了这么多可体松 你放在体内 像一桶油一样啊 对 那随时要这个这个 要燃烧自己啊 那我们怎么把它消耗掉呢 既然可体松 它就是早上起来的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就要把这一波的趋势 再给它强化 所以我们早上起来走路的时候 你会用掉更多的可体松 哦 你走到后来有点累嘛 你走一两个小时之后会累啊 像我都走四个小时了 四个小时了 那那几点开始走 有时候周五就去走 像十一二点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 最近如果在台北核体旁边啊 是最近比较凉一点 新电锡 看到一个tomate的白头发的老先生 有可能是我 是要跟放映师打招呼 这个 是 这个因为没有人在 那个为了要增加制造卫生素D 我说tomate的 因为我都学河边一些老先生 他们也都没有穿上衣 然后后来我就大胆的偷偷看这样子 感觉还不错 还不错 有点害羞 但是还不错 所以你今天早上起来走的时候 你就等于消耗掉你 你多余的可体松了 而且你把这一波拉大以后 你一天里面的可体松分泌土啊 是 会比较规律啊 如果我们一直堆积着不用 你制造了很多用不掉的 他就一直在你身体里干扰你 没有错 所以你一次就把它拿出来多用一点啊 哇 你既然体内这些可体松你把它摆着 他整天都出来骚扰你啊 对啊对啊 那入睡困难啊 半夜起床啊 白天稍微一动就流汗啊 你为什么不早上一次把它用多一点 了解 所以今天不管是忧郁的病人 因为焦虑忧郁的病人 有时候身体的那个可体松有可能也是太多 然后更年期的妇女 或者是像乳癌油用荷尔蒙治疗的妇女 这些可体松分泌这个不规律的人 混乱的人 用这一种早上起来走路 特别重要 走一两个小时把它消耗掉 是 然后来稳定那个 那个 这个生活的日夜周期 会更重要 所以走出忧郁啊 走出焦虑啊 谢谢方医师 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我广告过后要接听大家的call in 欢迎询问就是忧郁跟睡眠的相关问题 还有快走的好处 这边方医师为大家解答 好的那我们就 核心中的核心只留给精英 OK没有问题 好的那我们这边要看一下刚刚大家的那个 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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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八经肾事症 是 八经肾事症的情况跟腿不宁不太一样 八经肾事症算是神经细胞已经死掉了 我这样讲有听得到吗 听不到 现在好像在广告 那如果是腿不宁的话 他是晚上多巴胺分泌不足 是 那他算是代谢的问题 他不是细胞死掉 所以他不像八经肾事症就是退化下去 哦 所以有时候你给他补充一点多巴胺刺激剂 他就过了 了解 这也是可以透过药物改善 对 那他有说 那个照光要照多久 大概至少半个小时 是的 所以你把家里的长辈 早上就摆到门口去照光 是 然后早上的光比较重要 你知道中午下午的那个已经过时间了 早上的光比较好 你要定住那个24小时 了解 那这边有讲到就是 八经肾事症 八经肾事症大脑萎缩 这个是因为他是一个神经退化的疾病 那我待会要讲的那个呼吸 这个可以洗脑 就是在讲神经退化的疾病 好的 那另外 次抗忧郁症会比较清燥 其实有可能啊 但是你要抽血要验什么呢 要验叶酸跟铁 因为这两个跟制造那个血清素多巴胺有关 好 好 好来 这边 那发地生肢症 就是大家很关心这个退化嘛 这个神经科的退化 我们待会会讲 好的 带耳机哦 带耳机 带耳机的帮我报一下电话 空音电话没报 空音电话 按哪一个棒啊 空音电话 哦 带来这边 好 全世界牛秀吧 好 欢迎收到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明依UNCLE节目 我是敏娜 接下来我们开始接听 听众朋友们的 空音电话 那这边再说一次 我们的空音号码是 0283693398 我们会一边就是接听 call in电话 还有刚刚就是 帮医师有一些 还没有说完的部分 然后我们会继续 继续一起聊一聊这样 我们在开始最后一段之前 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是 第一个来宾是 就是询问的问题是 安 好 请说 请问 我是不好意思 我是三四 大概四五分钟前 才开的收音机 我想请问 您说早上不要吃饭 那如果 如果胃 空空的 不舒服怎么办 还有 好像我刚听你说 下午也不要吃 可以喝水 那是不是晚上吃的比较多 还有第二个 刚刚那个小姐说 您在永和更新 请问是哪一个科 我生机内科 谢谢 首先你早上 不要吃你身体一定撑得过去的 你不用担心 但是你可以多喝水 因为你胃空空的会觉得不舒服 还有这是习惯的问题 早上你坐在那边没有事做 你会觉得不吃早餐很奇怪 其实就去走走路 如果你饿了 你可以吃点茶叶蛋那一类的 一颗茶叶蛋可以撑很久了 那周五当然可以随便吃啊 晚上也随便吃啊 好 好的 谢谢方医师 我们今天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邀请到的是永和更新医院神经内科方士清医师 我们来回答下一个问题 黄先生 你好 因为神经内科嘛 因为我也住永和 您刚才讲说就是减肥嘛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一下 我的身高是165公分 我目前我本来是659公斤 那因为7年生了一个带状泡疹 那个就体重就降下来 现在变成不到56公斤 那我有听讲说 是不是缺少了胰岛素 所以身体 所以也会瘦 如果太瘦了 可以打胰岛素 所以增加这个体重 那打胰岛素 是不是对胰胀有损害 千万不行 胰岛素照讲是应该是 没有没有没有 糖尿病的人在打 千万不是打胰岛素 老先生 你没有糖尿病 你打胰岛素 你血糖会掉下来 会让你直接昏倒 所以你跟胰岛素一点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正常三餐饮食 有在运动 身体代谢好 睡眠好 你就胖回来了 所以就不用那个 特别去打什么胰岛素 好 那 好的 谢谢方医师的回答 我们现在 继续刚刚我们上一段聊的 就是 层起的 就是层起快走的四大好处 最后一个好处 就是 OK 大家前面都还算是世俗的好处 照光就睡眠 睡得好 因为有泪感就会睡得好 然后兰子的话是加减有这个好处 因为你就把脂肪拿出来用了 因为平常很难冻得到脂肪 那再来可体松 你早上这个可体松要分泌 你就让它分泌更多 你整天心情都很平静 更年级症状也可以改善 最后这一招就是绝招 呼吸洗脑 我们呼吸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可以洗脑 我们看看 一般我们心脏把血打到我们的身体 然后那些到身体里面的血 然后后来变成组织液 它怎么回到我们的心脏 它根本没有另外一颗马达把它推回来 所以能够回到心脏 完成这个循环的 就是靠我们的肌肉的运动 跟呼吸的运动 所以我们一直走路的时候 我们的小腿有在挤压 对 所以把你的末端的那个组织液 血液组织液挤回来 那你的呼吸呢 那个吸吐吸吐的时候 也会把你的组织液挤回来 所以很多人 很多一些老先生 他们老太太 他们手脚麻麻的 胀胀的 还有水肿 是 有可能就是他们末端的组织液 没有回来 所以我们要帮他回来 帮他回来不是吃利尿剂 什么的把水排掉 你要用走路跟呼吸 把你末端回不来的组织液带回来 那你说我每天都在劳动啊 搬东西啊 做事啊 那怎么没有回来 那种劳动跟去走路不一样在于 走路比较协调 它是有节奏感的 所以你走呼吸走呼吸 你会一直做一直做 然后他就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那身体就走顺了 所以一两个小时就等于把身体洗干净了 那他不只是这样啊 因为大家问了很多问题都跟脑袋退化有关系啊 我们神经脑袋在退化 像巴金森氏症啊 失智症啊 那为什么会退化呢 现在的理论就是说 大脑里面那些垃圾的蛋白质 没有被清走啊 对 他都积在这里了 那怎么要把他清走 大脑里面也有一套淋巴液啊 还有那个积水液 他在洗我们的大脑 是 那平常呼吸啊 他不太能够洗得到 但是在我们这个比较用力的呼吸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启动 他就会走 然后你吸气的时候 你看哦 你的肺部扩大 你的筋脉的血呢 他就会流到流下来 从头部流下来 然后呢 他就会让出一点空间 让我们的积水液流进去 那等到你吐气的时候 他就会下来 所以你看我们吸气 然后我们积水液就上去 然后吐气积水液就下来 所以你每次吸吐 吸吐 你的积水液就是上下 上下 你如果走了两个小时 就等于在替你的大脑 洗两个小时的澡啊 对 那我们大脑只有两个时段 是可以洗澡的 一个是睡觉的前半段熟睡起 睡得很熟的时候脑波很协调 他就会洗得很洗脑 洗两三个小时 那如果你早上又走一两个小时 你要多洗了一两个小时啊 那你每天洗每天洗 你这个大脑才会干净啊 所以那些八经生死症啊 失智症 累积了那么多不好的东西 垃圾的东西 然后后来他退化萎缩了 你在平常哦 这个年纪开始就要每天保养他 保养的方法就是 有节奏的呼吸运动 那简单来讲就是快走 几岁开始 随时都可以开始 其实年轻人哦 他可能想要去健身房 练肌肉啊 练心脏啊 那个很好啊 可是哦 像到到我这个年纪五十岁了哦 我跟你讲 练心脏练肌肉很辛苦啊 而且很操 走路是可以走的 然后另外那个瑜伽啊 太极啊 练关节的 这也是可以 可是走路这个是老少咸语的 你从四五十岁走到八九十岁 你每天都走 有协调的走 你把它当作是呼吸运动 你不是在练心脏的不用跑啊 也不是在练肌肉的爬山啊 什么登高啊 你就是走 平路的走 顺顺的走 然后呼吸配合的走 你就可以得到刚刚讲的那些好处 再加上洗大脑的好处 是 刚刚方医师 方医师一直有在强调一个 就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身体里面有一些 呃不需要的东西 然后我们可能没办法代谢掉 这样坐着不会动 它不会不见 嗯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运动 尤其是 晨起快走 嗯 晨起快走真的有很多好处 像刚刚就是那个可体松 多调的可以代谢掉 然后像这个 脑袋里的这些 嗯 脊髓液 对也可以把它代谢掉 嗯 帮我们的脑袋做清理这样子 是啊是啊 是 那医师刚刚有讲到说 就是每公 每小时大概走五公里 这样子是会流汗的吗 就是如果在秋天这样这个速度 对 因为其实 这个五公里脑哨咸蚁啦 大家走走看就知道 不会不会很负担啦 因为你就是脚步就是跟上嘛 重点不是走多快 你一开始一定很顺的走 那等到你身体热了 你连慢下来都不太行啦 啊其实走 快走不像是在散步啦 他就是认真的走 呼吸的走嘛 好 那这个 你走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说脚底什么 足底筋膜眼啊 受伤 那说实在 你在走的时候 你不能用跳的 你必须要踩 要软软的贴的地面 由后脚跟到脚前 这样子很顺的踩下去 你要把力量分配到整个脚底 你不要是像那个跑步 或者是用跳的动动动动的 你的足底这样子 一万次两万次 你就会受伤啊 然后回来之后 你大概会痠痛 一开始一定比较辛苦嘛 那 那这是你后来你会发现 他恢复的速度越来越快 现在半天就可能已经恢复了 那你就可以再走 那这个 这个养成习惯 你的身体会自然配合 哦 所以准备一双舒适的鞋子也很重要 嗯 然后走的方法 你下腹部大概是要用力 你不要弯腰驼背的走 一直要往前走 然后有人就好像身体都在前面 往前傾 好像赶时间 又不是要去哪里 对不对 你就是直直的 啊重点就是 你的下腹部是核心啊 所以你下腹部 稍微要用一点力 然后你撑住肚子以后 你手脚都要放软 所以你手脚走的时候 你两边要协调 你有时候你会发现 奇怪 怎么走路有点卡卡的 那就是你平常都肌肉 不是很平衡在使用 对 那走路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你卡卡的 那你就要把它走到不卡 那你就等于在调整 你身体两边的不平衡 然后再来就是你那个手的摆动 有一点是从后面到中间 有人是在前面摆 不要把重心放在前面 你前面这样摆的时候 有一点问题 就是你的胸扩是有点点卡住的 你如果在后面摆到中间的时候 你的胸扩是有点打开的 所以你的手摆后面到中间 后面到中间这样子 而不是中间到前面 中间到前面 好 那这个姿势 那个简单的就是核心在肚子 上下就放轻松 然后呼吸 然后速度多快 就看你身体的状况 然后慢慢的热起来 那热完回去 要有一点累感 就是要运动要有点累感 早上乘起快走 然后有一点累感 然后大概持续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都会蛮有帮助的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以后 再继续接大家的call in 那call in的专线是 02-8369-3398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永和更新医院神经内科的方世青医师 也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旁边留言哦 医师都可以看到回答 我们来看看这个 有没有人 问新的问题 是这个边这个你想要现在回答吗 走路的时候适合听阿卡坡的音频吗 其实我会听音乐啦 因为这个带着耳机 然后现在耳机都防噪音嘛 对那你会你会很有感觉啊 那现在外面如果听阳光很大 戴个墨镜 戴个耳机戴个口罩 几乎就是很隔离的 哦 所以其实听音乐没有设限的 没有设限 但如果你听慢的 听太慢的你就跟着慢啊 哦会比较走不动 要有点带动你的音乐 了解 另外有一个说他脚受伤 肿瘤然后脚走路会痛 其实你走路的方法对 怎么走都不太会痛 了解 因为我们把脚就设计来走路的 对 那你不要一开始就太拼嘛 你慢慢的五公里十公里增加嘛 是 而且好像不管是身体的肿瘤 或者是脑袋的退化 我觉得都跟那个积水溢不流动有关系啊 就是身体还是要去流动 那你流动就是走路跟呼吸啊 哦 那你这个功课就像吃饭洗澡睡觉一样 应该把它当作必备的客户 它就是日常需要做的保养 嗯 你每天要吃饭嘛 要洗澡嘛 对 那你里面要洗啊 对 你脑袋跟身体 脑袋跟身体都要清静 你每天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洗澡 对 我们脑袋跟身体里面要洗一下 真的 然后每天借由这些 一小时最少走个一小时的快走 然后让身体维持在比较健康的状态 对对对 因为肌肉跟呼吸带回来 好的 我们要准备回来了 好 哈喽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迷 on call 节目 我是主持人米娜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接听 听众朋友们的call in电话 call in的号码是028-369-3398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永和更新医院神经内科的方氏清医师 我们现在来接call in 第一位是王太太 王太太好 方医师你好 你好 我是80岁的王太太 你好 自从上一次8月11号 你那个在思维的节目 对 就讲这个主题嘛 对 第二天开始我就一直走 不断的走 已经快要两个月了 恭喜你 结果我的身体状况真的改善很多 走路也变成很快 但是我因为很瘦嘛 嗯 我165公分 才45公斤 走了两个月 变成43公斤 我想要增胖啊 那怎么办 哈哈 当然增胖跟吃有关 不过你现在精神好好的 你不用去管你那个体重啊 你减少你的那个负担 那身体把不要的丢掉 他运转的更好啊 其实瘦 要看是不是瘦到变没精神啊 生病瘦下来的很虚弱 那是一个病啊 如果你瘦的很结实 然后运转的很好 你就接受你这个样子啊 是 因为我们人有时候不太习惯改变啊 觉得我们变好像不太对劲 你现在状态比以前好 你就相信这个状态是OK的 了解 所以如果说精神更方便都好的话 其实不用太在意去体重 除非很大幅的下降或是变化 哦也是啊 好的谢谢 那我们来就是接听下一位的是 吕小姐 方医师主持人好 吕小姐好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问一下 就是我们常常在买那个食物啊 如果说饼干之类就是 他后面都有标示什么脂肪啊 饱和脂肪 碳水化合物 那想请问方医师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 是 他是多少比较正确呢 还是说 是 我是知道说 碳水化合物 化合物吃多不好 嗯 那 就是说你可以 請你简单的解决一下 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更年期好像已经八年了 为什么他 为什么他 还不走 一直还不走 然后 我有时候 有时候啦 吹冷气要流汗 然后都是额头 然后就是背部 不然就是突然我走路走一走 不然就是站在那里 他就是一股莫名就是 从我的背后这样烧起来 哈哈哈哈 然后就全身发热 然后有时候又睡觉睡一睡 有时候觉得好冷好冷 就赶快 拿那个厚的 的那个毯子来盖 一定 然后一下又热 哦 我每天这样反反复复 尤其是今年的夏天 超级的热 嗯 谢谢 好 了解 谢谢 首先我怀疑你是 中的那个 静悠小说里面的那个 学名神长 忽冷忽热这样子 哈哈哈 不过体内好像有一个火炉一样 那这个火炉就是 可体松在搞怪 所以我们刚刚有讲过了 你体内 那个类固醇的半成品 他本来要去做女性荷尔蒙的 然后他要 他现在没有工厂可以做 全部做成可体松压力荷尔蒙 所以你的压力荷尔蒙太多 身体爆了一个火圆 火球 那把它用掉啊 就学刚刚那位80岁老太太一样 他这两个月开始走路啊 现在河边 那个走路的人啊 十分之一都听广播去的 所以大家要加入这个阵容 你每天用掉每天用掉 这是唯一的方法 那第二个 那个你那个吃的食物啊 大家都讲很多很多种类啊 但是我比较重视参数啊 首先你早上第一餐啊 你走路加喝水 加一个茶叶蛋 我看是够啊 真的不用担心啊 是 那你如果真的饿你早点吃啊 但是你早上如果 吃那些传统的那个 淀粉类的 糖类的那个早餐的话 你很容易饿啊 那所以要吃蛋白质类的就好 那中午跟晚上齁 我觉得也不要太限制了 因为你一天只吃两餐了 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不用管那个里面的食物的什么成分啊 饱和脂黄酸那些 那个是比较那个细节啊 所以你只要一天重视吃两餐 中餐晚餐 那其他时间喝水 你又活得好好的 那至于内容就不用太钻那个钻牛角尖 就是大方向是对的 对对对 好的谢谢方医师 我们来听一下就是下一位的call in 是刘霞姐 方医师好 刘霞姐好 我69岁 我想请教 因为我在 就是一路上来大概都有晕眩的现象 大概每年秋天我就开始晕 所以以前有医生开给我吃那个疏脑 那我就会在秋天吃半年 那夏天就不吃这样 那我在今年的六七月的时候 我就开始右手抖 抖到不能写字 我也看过医生 我本来怕 是怕精神 那个医生说应该不是 那我今天我又晕了 我是不是可以比到那个长期这样 每年吃半年的疏脑这样子 OK 当然疏脑就是一个安定脑血管的 一个钙离子阻断剂 所以你吃这个药有帮助你可以继续吃 如果你的脑血管 不太适应那种那个血流循环的变化 那你每天如果去走路有一点刺激的话 缓和的刺激 它反而会比较安定 所以你看这个走路的压力 让脑循环脑血管能够承受刺激 它会比较不会让你那个头脏晕 好 那这个 对 这个问题嘛 是 就是其实就是乘起快走真的好处多多 就是如果说你有其他的疾病在控制的话 在不造成体力负荷的情况下 我们大家都还是可以播一点时间 乘起快走 这边我也看到就是在YouTube的留言 这边有蛮多听众朋友们也有留言其他的 像是说 比如说 如果是晚上走也可以吗 当然是早上走比较好 晚上 这个你去走的时候 尤其太认真走的话 你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可里松出来以后 你会比较难睡 因为 是是是 你身上不晒可以 如果你真的认真走 你会发现 你走回来 你身体还有脚还是热的 对 然后热很久他才退 而且这个可里松一旦起来 你晚上要等很久 这个火才会退 会影响你睡眠 所以 怎么说呢 这个 除非你年轻人很好睡 所以你才利用晚上去运动 如果中年年以后不好睡的人 还认真晚上运动 有时候干扰到睡眠 那早上 你宁可就是早睡早起 早起早睡 是 这个早上去运动 你五点起来都可以 大概有时候要上班 上班有人一大早也可以运动 对 像我知道有一些就是长辈在吃完饭之后 会去散散步助消化 但是就是如果散散步这样子是还可以的 不要到激烈的就是可能好几个小时 这样 对啊 老人家的照光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他们有时候日夜不分 你看他们整天在打瞌睡 房间又有暗 你整天暗 我们也不管 我们就是管早上那一波 六七点就请外劳或家人 把这一尊老先生老太太移到门口 然后让他晒一个小时 然后他那天会比较顺一点 啊再来 他有时候很早就睡了 吃完晚餐六七点又跑去睡都有 你怎么办呢 你下午那个傍晚的那个黄昏那个光啊 你再给他照一轮 那一轮黄昏的光会让他再晚一点睡 因为他六七点睡有一个问题 他半夜一点就起来了 因为他睡饱了嘛 所以老老先生老太太 这个行动不便的不用走路 照两次光 早上一次光 黄昏一次光 两次光后他就会正常一点 好的 谢谢方医师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 如果真的没办法走路 最少一天要照两次光 早上然后跟傍晚的光这样 今天时间过得很快 这个节目就要结束 我们最后很快速的请方医师 就是我们大家有问题想要问你就是 欸你下雨天会走吗 我下雨天啊 那个更喜欢走 因为去路 是 我走出去下大雨你知道 然后 雨室隔绝的感觉 因为河边完全没有人 那偶尔会碰到两三个 也在雨中走的老先生啊 那我们在远远看到他会打招呼 那种默契 那穿雨衣吗 当然不穿雨衣啊 直接就是打赤膊这样 欸不用那种要的 那种要穿衣服 那个穿着衣服 然后走 然后看到河边老先生也是走过来 然后大家都没讲话打个招呼 很有默契 然后回来之后洗个澡 结束一天的功课这样子 好的 那大家就是在雨天运动回来 要记得擦肝喔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结束 我们今天很高兴的就是 邀请到永和更新医院神经内科的方世青医师 来到节目现场分享就是 乘起快走的好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喔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 然后再见 希望就是下一次可以再邀请就是医师 再跟我们聊天 谢谢明达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